周日銀行門口大牌長龍 至少兩三百人看不見鏡頭 一早八點開打才八點十分 工作人員大力揮手 要民眾別在 吃事的等 因為號碼牌早就發完了 還有孕婦前一天就請家人帶牌 說莫德納好像快要沒有 然後就趕快來幫我拍 然後剛好懷孕她就蠻擔心的 爸爸晚上 晚上十點多就來了吧 全台灣疫苗庫存見底 其中莫德納更是搶手獲 台中市二十二號不增了一點四萬劑 截至二十三號剩二點四萬劑 已經是最後數量 今天是來打第幾劑 第一劑 只有台中搶得到 莫德納這樣子 對 加上沈正南醫師指出 台中RT值高達二點八 比雙北還高 還有台中確診案例 是音樂系女大聲跟閨蜜 到夜店狂歡染疫 因此觀察現場 一半以上都是年輕人 我兩點就來了 不然搶不到 昨天那個火車站那個很早就沒了 從霧峰有點遠 起了四十幾分鐘吧 直擊台中大雅接重戰 只提供一百六十劑半劑莫德納 主要是給打第三劑的人 但好多連第一劑都沒打的民眾 都來搶打 實際只有約一百二十人 可以打到莫德納 疫情失控再衝一波打苗巢 記者稱管理雲杰 SG小組 台中報導